我们来看到这一题啊 蛮简单 首先呢 先画底下一条水平线 80长度的水平的 然后这边一条30长度的线 角度这里给了65度嘛 那我们可以直接使用画线命理呢 在这里画 给它一个角度 这65度 那这边呢 就是 先给它一个30长度 再给它一个角度 这个角度呢 直接给它一个 负的65度 或者是正的 125 115度 这样 都可以 然后上面这一条42 还有这边一条不知道长度 这个夹角是75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先换一条比较标准的 长度42度的数值的线 然后这边呢 75度对不对 然后把这条线呢 旋转一个角度 按了两次空格 夹点 输入C 旋转 75度 负75度 顺势 然后现在 要把这个要延长延长 并且呢 等下要给它旋转到这个角度上 画一个圆 从这个点出发 到这里画一个圆 用EX 两次空格 把它这里延伸 然后呢 以这里为中心旋转 就会相较到这个点 用RO旋转 它们俩 点在这里 参照R 从这个点 到这个点 再到这个点 完成 再到这个点